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叔的频道 中国最细被新疆自驾游的第13天 下午2点退房从酒店出来 由于天气太热了,也不着急去魔鬼城 在乌尔河街上漫无目的地溜达会儿 充分感受到了乌尔河特别浓厚的商业气息 路过乌尔河国际房车营地和西部屋镇 然后决定去乌尔河影视城转一转 乌尔河影视城位于乌尔河区的西边 其实没来乌尔河之前 只知道这边有个世界魔鬼城 对于影视城之类的一无所知 只因为刚才看到路牌上写着乌尔河影视城 所以才临时决定去看一看 去往影视城的路也是通往高速的路 只不过要从中间的一个小岔口拐出去 然后穿过高速再拐过几道弯 走上百样河大峡谷旁的库克公路一路向西 这边看起来特别的荒凉 有种去往龙门客栈的感觉 平时在家里电视只是一个摆设 也就小朋友们看动画片时会打开一会儿 所以对于那些热门的电视剧也几乎是一无所知 具体在这影视城拍过哪些电影电视剧 现在更是不得而知了 正好怀着这份好奇心去乌尔河影视城 小朋友们看上去也比较兴奋 沿着库克公路一路向西走了没几分钟 看到前方立着一个指示牌 上面写着乌尔河影视城路口 旁边是一条尘土飞扬的土路 基本上还算平成 路边还插着旗子 这倒也能理解 毕竟是拍电影电视剧的地方 不能修出现代化的公路啊 沿着土路走下去直接来到了停车场 今天太阳很毒辣 风也很大 干燥的空气中充斥着沙土的味道 一下车小朋友们都有点睁不开眼睛 快速的跑到售票处 疑问得知门票要60元 不知不觉大家都犹豫了 到底进不进去呢 算了不管进不进去 我先看看这个影视城的介绍吧 这么大呀 原来这里是大秦府的拍摄地 据说当时大秦府剧组 为还原历史 想用石井搭建剧中的邯郸城 之所以选在乌尔河来搭建邯郸城 也是因为这里涵盖了剧组所需的所有场景 2018年7月 投资2000万的邯郸城正式开工 仅用了三个月就建设完成了 随后剧组分三组在乌尔河 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拍摄 在大秦府拍摄结束后 剧终的邯郸城被保留下来 继大秦府之后 据说还有骆驼客等剧组来此拍摄 并在影视城东侧又建设了客栈 药铺等拍摄场地 紧接着新疆一家旅游文化企业 又对影视城内部进行装修 同时在原邯郸城的基础上扩大规模 建设游客中心 商阳馆、成余馆、沉浸式体验时空隧道 兵器甲州展示区 服装展示区及体验区 大秦古宴体验区、工程体验区等功能区 将此地成功地创建为国家3A景区 邯郸城也就此高名为乌尔河影视城 于2020年5月29日盛大开业 据说大秦府70%的镜头都是在乌尔河取的景 除了影视城之外 乌尔河的峡谷、乌阳、亚丹和埃里克湖等美景 也都在剧中有所呈现 一部大秦府某种意义上来说带火了乌尔河影视城 其实在乌尔河还有好几个类似的影视城 比如济世部落影视城、斯陆西域影视基地和乌尔河影视基地等 据说截止到目前大约有近50部电影电视剧 都是在乌尔河取景拍摄的 乌尔河也已经被称为新疆的恒电影视城了 走吧 这些小木房子叫什么 还是叫投石器确实挺好玩的 投石器 这大斗是铁打的吗 不知道 你往右边拐一下 右边 你说沿着那条路啊 对到前面你稍微拐一下就行 景彤彤甩过去 一二本就撬飞了 拐吧 啊这有字 大琴腹 滚啊 好 过去 大琴腹 滚啊 好 走了是吧 好 走了是吧 说了这么多还是留些神秘的幻想在这里吧 也许不进去感觉会更好 沿着库克公路往回走 刚才来的时候就好奇 路南边好像是一个大峡谷 那这大峡谷里又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 咱们下期继续吧 同一个旅程不同的主张有什么问题请留言欢迎转发点个赞 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 记得关注孙叔 我们不见不散 这种峡谷就是自然地窍运动形成的大裂坑吗 应该是 像有些地震震完以后那个裂坑 裂坑是吧 对 我觉得这种的也是不见底 它应该见底 下面可能是有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讨论